花莲市区的一栋这个饭店呢 今天下午是出现这个大批的园警 可以看到这是在一楼 警方呢拿着这个手电筒呢 仔细翻找这个柜子里面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放任何东西 原来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到五点钟呢 立法委员黄姐呢 他在这边要举办演讲 但是可以仔细看呢 这些检查也是不是这个太谨慎了 因为不仅警方有出动这个金属的探测器呢 就连是这个二楼呢 跟一楼也全部都有园警呢 是仔细来搜查 而且还有这个刑警呢 是全程来搜证录影 原来就是在今天的下午呢 在这个演讲举办之前呢 这个饭店人员呢 是接到了电子信箱里面 有恐吓信件说要放炸弹 而这饭店人员工作人员知道之后呢 是立刻来报警 也因此呢花莲辖区的警方呢 是加派人力前往来这个搜查 而根据了解呢 这恐吓信件的内容是讲说 要在这个饭店里面呢 放三颗炸弹在二楼 也就是黄杰立委黄杰 他在演讲的这个现场 另外两个呢要随机来放 而且呢还跟这个 就是饭店呢 要恐吓说勒索要好几百万 但是呢 信件的内容里面初步了解呢 是没有冲着立法委员黄杰 警方初步调查呢 这可能是这个恶作剧 而根据现场这个黄杰 他表示说呢 他在演讲的时候呢 后来才知道说 有这个恐吓的信件 因为最近常常被骚扰呢 所以也希望说警方可以重视 追查这个嫌犯 他表示呢 在两个礼拜之前的时候 他也收到了实体的信件 负责一张有子弹的这个照片 最近的人身安全呢 是受到了威胁 而且对方还恐吓 要跟他勒索八百万 希望警方可以努力一点 把这个嫌犯抓到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